人家贾经济现在已经住进来了 人家贾经济现在已经住进来了 我也已经担任人家了 搬出去 那是不可能的 过分 小可 小可你去哪儿 谢谢 刘洪涛面对家里的事情 即使是神探 也倍感无力 小可 你听我说 小可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你没有错 你哥更没有错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怀疑 你哥是杀死贾经济姐姐的凶手洪涛六 她要比你想象中的难很多 这个时候你应该理解跟支持她 不应该说那样的话 多怪那个贾静静 你看着我 我告诉你 贾静静也没有错 她的姐姐死了 她又患有罕见的疾病 没有人照顾她 随时就会有意外发生 相比之下 我们比她幸福太多了 我们不应该指责这样一个人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还对贾静静贼心不死呢 我对她没有贼心 只是觉得她可怜 你过来让我闻闻 干什么 闻闻你身上云有贾静静的味道 没有吧 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也没有 以后也不会 我会不定期检查的哦 你上车 上车 合伙人 合伙人 你答应跟我做生意了 我不是一直求职不得呢吗 百分之五十股份 百分之五十 你不是一直怀疑 我要求跟你做生意 是刘洪涛的主意吗 刘洪涛怎么舍得 把一个高才生 又是自己未来妹夫的人 往淘汰路上逼的 没有 没有 这不合理 你不是一直怀疑 他就是洪涛六吗 那谁是洪涛六 我根本不关心 你知道吗 我关心的 我只有这个 行 今天我带你办的业务 又是吴向芳的 十年前吴向芳 还没嫁给张艺林 那时候姓陈的 也是穷光蛋 可是吴向芳呢 不顾忌父亲的反对 义无反顾地爱上陈 并且拿自家的钱和人脉 帮助这小子发展事业 很快啊 这小子事业做得是风生水起啊 挣了大钱 这男人嘛有钱就膨胀 哎 在外面有了情人 这吴向芳知道这事之后啊 非常痛心 但是呢 又舍不得和陈分手 并且提出来 要陈和那个秦成了断 而姓陈这小子啊 是铁了心的 要甩了吴向芳 就给吴向芳啊 写了一张十万块钱的欠条 理由呢 就是偿还吴向芳这么多年来 帮助发展事业的钱 这吴向芳看到借条啊 心都碎了 你想啊 这些年为他花的钱 何止十万呢 再说了 人家姑娘的青春 你就不是钱吗 一个大律师 一年的年薪几百万 用了五年的时间 才还了一半 你说这小子想还吗 根本不想还 关键是啊 人家姑娘根本没看着这个钱 人家是亮表这口气 那借条还在吗 你这问题问得很专业呀 丢了 丢了 那不白说吗 嗯 不白说 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 到时候你在车里配合我 不好意思 您是陈律师吧 是我 你谁啊 我正找您呢 我呀 我叫老皮 在那边呢 开了个小型的 法律执行服务公司 法律执行服务公司啊 对对对 我呢 请您帮我打一官司 有点难处 我知道 您可是咱男士市的名人哪 那可是咱司法界的骄傲啊 对吧 是入行以来 保持零败速率的 神一般男人 我不瞒你说呀 我这遇了点难事 就请您吃个饭 聊了一下案子 怎么样 上个礼 去哪儿呢 怎么去 我那有车 我拉你去 知道您档思高 在最先楼那儿 我定了一包间 怎么样 还算有诚意 那行吧 行行行 太好了 穆大案子总算有救了 来来来 请请请 来 这位是 徒弟 自个人 您好 您好 执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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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大家还在这儿 您好 我和米兰 正在这儿 我都发现了 不过 我就想请你吃个饭 咱呢 也聊聊这事 有什么好聊的 你们听到的 也只是一辩之词 事情的真相你们知道吗 和吴向方谈过恋爱 我不妨 可两个人不合适 闹分手也很正常 我跟他说好聚好散 可他仗着他父亲 是副局长 非问我要精神损失费 我这人啊 我念旧 就给了他五万块 可他顺端爬 说我欠他欠五万块不够 有证据吗 有证据可以告我 告得了我 他如果在这样无理取闹的话 他不告我 我还要告他呢 年轻人 你信他的话吗 我谁都不信 我就信证据 看看 看看 还是年轻人有法律意识 陈大壮 你以为你毁了欠条 往事就翻篇了 没那事 你可是在男时身的名片呢 司法界的骄傲啊 是入行也来保持零败速率 神一样的男人呐 你是维护社会秩序 律政庸兴啊 你怎么有的今天 没有吴向方的帮助 你能有今天 哎呀 说实话吧 你跟吴向方谁好谁坏 谁对谁错 我根本不感兴趣 我得知道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告诉你 你毁的欠条假的 真正在我这儿呢 没证酒都不来找你 他如果真有欠条的话 干嘛不去告我呢 我说你这人呐 心里只有官司啊 你根本都不懂女人心思 吴向方说的真欠条啊 他真有 他告诉你赢得了吗 你要赢不了的话 你的零败速率的 神艳的神话 还存在吗 你的事业能如日中天吗 你的对手都放过你吗 你的老天财神爷 会眷顾你吗 告诉你 没证酒都不来找你 那张欠条给我看看 你以为我没有啊 严先生 你拿好了 那看看 啊 别让他抢你 喂 快 记着 零败速率 我还是 你狠 说你狠 你真狠 想弄死我们是吧 我先弄死你 放大 你把金子给我看看 以为我没有啊 不必 你 我说你们两个到底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以后这个视频呢 你那个欠条就不重要对吧 你这零败速率的神话就不在了对吗 本来就没有欠条对吧 我跟你说啊 这几天闲呐 现在有的被他毁了 知道吧 他这心里有鬼 他一着急 就保握给你俩废纸 他连看他没看他也推上去了 幸好还有我有防备 一招制敌 对吧 沈律师 你怎么知道他会把欠条吃了 这种人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弱点 那就是怕别人突破的零败足连 对吧 处理 什么都不说了 我还钱 这个 归我 那这样 真是按你说得来 咱今天我们哥俩先走了 这里城里吧 也有几城里 你在这儿啊 也好好反省反省 啊 陈医师 明天见 拜拜 你们狠 今天对付陈刚的手段 让李浩哲见识了老皮真正的狡猾 但更让李浩哲担心的是 这一些背后 还有一个手段更高明的洪桃六 郭勇刚在看守所掌着要见你 说有重大线索 跟洪桃六有关 走 看看去 我听说你有急事找我 这个纸条我必须给你看 我听说有急事找我 我听说有急事找我 那你喜欢我 说不太好 我听说有急事找我 就那你让我看 你怎么回事 这些人是因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为他所用 那六叔不可能不熟悉红桃六 所以这次也是找到红桃六线索的好机会 是个好机会 但是一定要加派人手 不能处一点纰漏 知道了 那我明天办手续 黄总 你让我查到吴向芳 我查到她现在正在家里大宝装修 她怎么会有闲心干这事 这里一定有蹊跷 我会继续调查的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女人手里 到底有没有老板要的东西 好 知道了 我 这一場就会有东西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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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那边 就应该过来 我们在这边 有点 俺大 breathing 你假的 你 arranged well 你要是项佑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们分道扬镳了 你现在是单身 张义林死后 吴孝芳也是一个人对吧 当然了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多琢磨琢磨 这一时的陈刚 再见到吴向芳时 心里有些五味杂陈 而此时的吴向芳 见到陈刚 又好像有了新的想法 你的 你应得的 这钱还是你拿着吧 就算是我给你的限日费 还是你拿着吧 贾金净住在你家 你的开支又多了一份 这些钱就当做是 贾明明在天堂 寄给贾金净的生活费吧 天堂 会是在天堂吗 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 这都是他之前 自己左右的 我做过调查了 老皮和吴向芳之前 并不认识 老皮之所以会答应 吴向芳替他讨债 可能只是一个取得 吴向芳信任的过程 这个情况说明两点 第一 洪桃六和吴向芳 不是一伙的 第二 洪桃六也很想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盯紧老皮 我相信他们很快 就会有别的动作 行 知道了 别想那么多了 距离很有事 我先走了 郭允刚 你记住 你只是变更强制措施 我们的人随时会在外围监视你 我知道了 我会按照要求去做的 去见你的家人吧 谢谢 爸爸 爸爸 贝贝 想爸爸了吗 想了 都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回家吧 走 走 随便 你帮忙了回家 把孩子给我吧 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的那一颗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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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的那颗棋 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 我只是暂时收留你 回头你还得找地方住 喂 你出来了 你是谁 难道你把六叔都给忘了 你要干什么 找个借口出来走走 聊聊咱们的事啊 我要是不出去呢 那我就去你家找你 谁带的电话 答错了 你休息吧 你再加把电话 为了我 我选择下来 你这些是想知道 我死还是不活 你快得看我 你快得看我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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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不会上海秦桧如的 明白 有事让你接电话 我是六叔 你现在在哪儿 看到了吧 我的人 就在你的家 如果我能拿到钱 你的老孩子就会没事 如果我拿不到 或者你联合公安抓我 我就让我的人 拿着你孩子的面 抢到你老婆 然后再让你身边这位兄弟 给你胸口来一刀 给你放放血 滚了 你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郭文刚 他们是不是在你的家里 胁迫了你的前妻齐慧如和孩子 如果是你就咳嗽一声 如果不是就咳嗽两声 郭文刚 你听着 齐慧如和孩子都在我们的保护之下 他们要的是钱 我们会马上给你把钱准备好 一旦见到了六叔 我们的人马上就会解救齐慧如还有孩子 我向你保证 赶紧通知咱们的人 在接到命令之前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六叔他们的人身上都有通讯设备 一旦往我们行动 六叔就会发现问题 干扰通讯信号也是行不通的 通讯信号只要中断半分钟 六叔还是会发现问题 他就会让车里的人 杀死郭永刚 他玩的就是这种三头六臂的花心 韩队 我要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带他们去市中心的自助仓处 我把钱藏在市中心的二十四小时 自助仓处里了 韩队 钱还没有到位吗 这个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只能选择放弃抓捕六叔 你再想想办法吧 你也知道这个六叔对我们非常重要 韩队 我老爸在这家自助仓处有股份 我可以让他们马上拿钱给郭永刚 韩队 你听见了吗 你同意吗 好吧 不过我要请示领导 太谢谢你了 也谢谢你老爸 客气什么 不都是一家人吗 还笑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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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位谁是客户 我是 这是欠条 我拿来了 你看一眼 这上面有我们局长 还有我的签字 请过来 好的 那我就先走了 辛苦了啊 把这儿抓住 快i 着 回来 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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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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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柔 韩队 让所有人注意旭州路附近 郭永刚应该带着一个银色箱子 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们都先撤了吧 郭领刚不会回来了 他给我发了短信 说他不回来了 他还说 谢谢我给他准备的一百万 他说给我留了一封信 我们看过信之后 就会全都明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刘警官 你一定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吧 其实整个计划都是红桃六的安排 当初你那一枪没有把我打死 这个计划就已经开始了 你是什么人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知道 你住在内地的男史 你的老婆叫齐慧如 你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叫郭贝贝 老婆孩子 太可笑了 从我踏进都场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已经没有老婆孩子了 所以他们死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唯一的身份就是赌徒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赌博 除此之外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你现在还能赌吗 你看看你的周围 你知道你在哪儿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 你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 不过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你不是喜欢赌吗 我可以给你赌一把 你可以出去过几天像人一样的生活 怎么样 只要能让我离开这儿 能让我做什么都行 丑话我可是要说到前头 赌的这一把 赌注 我可是要拿你的命 刺激 过瘾 你说 我给你赌注 我哥 我这样子 你 我这边 就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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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没有被打死 我知道 洪桃六的第二个计划开始了 所以 我借尽全力让你们相信 我是为了老爸孩子才这么做的 你们也竟然真的相信了 所以 当我把六叔递给我的条子 交给你们的时候 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容易 让你们信服的理由 让你们不那么容易怀疑我 配合你们抓六叔 还有另外的目的 其实我真正的目的 就是从你们手里骗走一百万现金 然后从你们手里跑掉 六叔老巢的暗道 是洪桃六早就告诉我的 这封信 和这张洪桃六扑克牌 也是洪桃六让我留下的 谢了 刘警官 感谢你给了我新生的机会 我们本来呢 是想让郭勇刚做幼儿 钓六叔这条鱼 没想到却咬上了六叔这条 洪桃六做好的耳 放走了郭勇刚这条鱼 虽然有这封信能证明一些问题 但是 让郭勇刚做耳 这个计划是你定的 人又是从你手里跑掉的 恐怕局里对你还是要进行询问啊 也许这就是洪桃六的目的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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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再回家 指引着迷途的光 一直在闪亮悲伤的心 伤害那闪亮的心 不能抚平的伤口 无法平静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搬随我 搬随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解开 心中间拥抱美好 明天 明天 迷失了方向的人 能否再回家 指引着迷途的光 一直在闪亮悲伤的心 伤害了闪亮的心 不能抚平的生活 如何能够让心 好平静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搬随我 请带着我 搬随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解开 心中间拥抱 好美好 明天 我解决了 过去的错 我能两千 你做的一切 让我重新生活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搬随我 搬随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解开 心中间拥抱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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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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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拥抱